在满地都是野兽的非洲丛林中 意外捡到一个巨型拖鸟蛋 你会选择星争还是红烧呢 南非的纳达尔省是典型的非洲丛林 这里生活着形式各样的野生动物 可爱的野猪 善良的长颈鹿 凶狠的鳄鱼 当然也少不了猎豹 狮子和野生大象 本次代夫和科迪将扮演两个被困在丛林中的游客 他们用汽车抛锚被迫徒步逃出荒野 刚开局看到这尖锐的惊奇 这对于光脚科迪是个很大的威胁 然而节目组开局物资也少得可怜 两个人仅仅给了一把砍柴刀 甚至连个打火狮都没有 周围的野牛都苦识淡淡地看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一般人在这里如果遇到一头狮子 基本都是凉凉的节奏了 但代夫和科迪可不是一般人 他没有自己应对狮子的一套方法 两人只有一把刀防身明显不够用 科迪不得不砍下一根木棍来当武器 虽然威力无法跟大喊刀比 但总比手无寸铁墙上去许多 他们要确定前行的方向 现在正好是中午 可以根据太阳移动判断方向 酷热的天气的情况下 一般人脱水和中暑根本熬不了几个小时 但要是等黄昏后再行动 危险系数又会成倍增加 因为大太阳之下 肉食动物都会在树荫下睡大觉 而晚上凉爽 还是他们大开杀戒的时候 所以代夫和科迪宁愿中暑也不愿意黄昏被野兽攻击 走着走着 周围的恶臭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代夫担心周围隐藏了失血 走近一看原来是鸵鸟蛋碎了一地 突然前方草丛一阵一动 几只鸵鸟在草丛中窜了出来 科迪发现一只还没损坏的鸵鸟蛋 用鼻子闻了闻 确定鸟蛋还很新鲜 代夫砍下树皮 打算用树皮来做绳子 接下来就要看科迪的手艺了 他要用绳子编织了一个装鸟蛋的网袋 一旁的代夫看着慢悠悠的科迪 差点轮大刀过去劈死他的想法都有了 毕竟这种环境随时可能跳出只狮子来 纠结了大半天 科迪终于把网袋编织好了 不过现在太阳要下班了 是时候找个适合地方搭建庇护所才行了 不然他们可能熬不过今晚 附近也就这个地方比较适合 周围都是树 而且还很空旷 根本不用担心半夜狮子的偷袭 在野外 夜里大多野兽都怕火 因此两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把火生起来 作为生活专家的科迪 这次在生活这事上就栽了跟头 大夫都把干柴扛回来了 科迪这边火星都还没出来 两人齐心协力之下 事实证明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镜头一转两人就把火给生了出来 这个男人捧着一个鸵鸟蛋 接着用石头往鸟蛋上轻轻地砸出一个窟窿 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大夫和科迪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把火生了起来 之前捡到的鸵鸟蛋 科迪打算用蛋壳做一个装水的容器 而里面的蛋浆用来做煎蛋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为了保持蛋壳的完整性 科迪利用石头把鸵鸟蛋敲出一个小洞 接着闻了闻 里面的蛋液并没有发臭 把蛋浆倒在石板上加热 如此一来就可以靠石头的热量煎蛋了 看起来也是挺不错 两人吃着煎蛋也是非常美味 一天没沾水的两人 明天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水源 不过现在最担心的是周围野兽的目光 他们整晚都不敢熟睡 还好 一夜也没发生什么事情 一大早起来 大夫和科迪都要出发寻找水源 他们打算根据动物的痕迹去寻找 这是一条狩猎的小径 上面都是动物活动的痕迹 沿着狩径走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好消息 这是湿淋淋的大象留下来的泥巴 这就说明附近肯定能找到水源 但他们也发现了周围动物的残骸 不出意外的话附近可能还有几只大狮子 果然还没走几步 两人就遇到了象群 大象向他们发出警告 吓得大夫和科迪赶紧后退几步 非常担心突然向他们冲过来 他们只好蹲着等象群离开 还好这里正处于下空区 并不担心自己的戏位会被象群发现 在象群身上还粘着湿入的泥土 器杰告诉大夫 这些象群刚滚满水潭不久 继续沿着手静走 果然就在前方发现了一个水潭 大夫怕周围有野兽埋伏 于是指派了科迪去取水 自己责到一旁观望 水潭的水并不能直接引用 科迪还打算做一个木栽 这样才能更容易的储存水 这男人用刀敲接着洞口发出响声 突然一头野猪从洞里窜出来 男人拿着大砍刀追着野猪就一顿猛砍 最后他会不会吃上猪肉呢 来到这里已经两天了 看到满地蛋白质 大夫只想弄点肉来尝尝 去狩猎之前 他要找个地方安着科迪这个求生挂件 这个地方就很不错 周围长满惊奇 能够有效抵挡野兽的袭击 科迪只需简单整理一下 就可以居住了 大夫从周围带回不少袋子的草丛 以自己为中心收拢起来 可以更好保护自己 但大夫认为这很容易扎到自己 没办法只能暂时妥协 现在还要将拖鸟蛋里的水煮输 而大夫要踏上他的捕猎之旅了 看看这周围的野生佩奇 他幸福的泪水都从嘴角流出来了 大夫来到了满是泥洞的区域 根据经验这就是游猪的老巢 几个会合下来 大夫被野生佩奇耍得团团转 看来要吃到猪肉并不那么容易 而科迪这边 他却在周围抓了很多麻烦 然后把他串成一串 晚上能当个小点心来吃 回到营地 大夫对着科迪一顿唠叨 科迪听了大半天 都没听懂他想表达什么 眼看天就要黑了 看来抓佩奇吃肉是没戏了 到了晚上科迪为了安抚大夫 非常卖力地推销自己的麻烦烤串 可大夫愣是一只也没吃 第二天到了 饿了一整晚的大夫 现在只想大口大口地吃肉 瞧瞧着满地爬的蛋白质 要不是科迪是个求生挂剑 自己早就把黑胶尖牛排给安排上了 两人一边行走一边查看着周围 前方突然就出现了个湖泊 当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湖上还有一座小屋 这说明了两人来到了人际的地方 到这里两人的求生之旅也到此结束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